讲到《白蛇传》 大多人可能会想到20多年前 赵雅芝跟叶童所拍的经典版本 可是现在大陆很红的《白蛇传》 是儿童版 是七八岁的小演员 他们的演出引起了观众的注意 可是也被关注到 是不是太早熟 太成人化了 天哪 这首歌可是换起了 四五六七年级一生 至少两代人的回忆 但仔细瞧 男力主教许仙汉白素质恩 怎么变成了小朋友 没错 这是出自大陆湖南卫视的 儿童版《白蛇传》 节目透过网络节目播放 才短短三个钟头 就超过一千万人次演练 两个人在戏里又演又唱 大陆观众很买账 说连哭戏都到位 扮演小小白娘子的女童九岁 小小许仙也才八岁 跟二十二年前赵雅之和夜童的经典版本比较 神韵很相似 粉丝们说这些孩子太萌了 但也有评论认为 毕竟《白蛇传》多的是天荒地老 海枯石烂的爱情 孩子们究竟懂多少 小孩演大剧 童真又在哪里 TVBS新闻一小一小聊一 做不到